其实人都是有两方面 对吗 就像我找到一个好吃的地方 我一直都不会变 我就每天就可以去那个地方吃饭 然后偶尔我觉得生活就比较舒服 那我就可以 我为什么要变 生活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去旅游的时候 是因为我了解我自己这一方面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在哪个家庭长大的 我们都是境地之王 你必须就是 处理那个舒服的范围 开始往外去体验一下生活 不一定是你会喜欢 因为我那个时候 是我最好的朋友张义 就是你们那儿湖北人 史燕就跟你说的 就是他带路的 他是刚从西藏 骑自行车回到北京 然后跟我分享这条路的一些故事 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去做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 所以我觉得当时在路边睡觉的 就是去一些 有一个信息没冲凉的地方 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经验 但是到现在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宝贵的一个经验 比如说有什么惊心动魄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觉得一一周不洗澡 就已经是惊心动魄了 其实酸甜酷辣的故事都有 那个时候背背那个野狗咬了一口什么的 就确实是有很多 当时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也不是那个 当时我遇到很多人 就是我去看他做一个什么面 或者是一个菜还是种地 还是我在陕西去给人那个兼羊毛 就说我你可以住在这 你帮我们种地 然后兼羊毛的什么 这个就是一种交换 你都曾经当过别人的这个奴奴啊 对 不是这个劳工啊 放羊呢 真的 真的 就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你靠这个换取人家给你提供食素 反正这个就是一种礼貌 对吗 尊重别人 就说我不是 因为其实这些人就 你到我们家 就看你一种怪脸 他们就会说 这个你是哪里人 我美国的 你富裕国家 你看你头发长了 就没有修边的 脏胡子的 破烂的一鞋子 你自己也需要剪剪毛 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是脑子已经坏了 脑子坏掉了 对 就知道你哪有进水的 就这种的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你们这种传统文化 我觉得是值得去了解 值得去保留 而且我听说你还在成都 就开启餐馆来了 做了一些私饭 就解答朋友吃饭的那种 我觉得成都生活节奏确实挺慢的 他们就当一个群体来说 就是集体的思想 就是享受生活 喝个普洱茶 绣长城 对吧 就是大麻将 就是这种的油插管 这个就是他们党地人文化一部分 成都很好玩 我对成都最感兴趣 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打麻将 刚你说什么 修 修 还有个名堂叫什么 学战到底 学战到底 对 反正就谁糊了 吃了 就要站起来的 让给另外的人打 我们平常就输了 输家都像玩游戏嘛 输的人起来嘛 不是赢的人起来 然后就打 又让输的人一直坚持到 他自己放弃了 才准结束了 我到成都就被 被人家抓 抓 下去打 我就坐了八个 我坐了八小时 因为我都输嘛 不准我起来嘛 所以去哪种城市 方舟刚说 那个时间空间的感 我也很强烈 对 我第一个 我不太喜欢到大陆 比较三四线城市 理由很简单 他们听不懂我的普通话 很奇怪 对啊 你的语言跟他们 他讲的比我好好 你比如说你到那些 西北西南地区 你跟他们沟通 有发生什么故事吗 有一些地方 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有一点难 就是到时候 我就去找一个人 会讲一点普通话 然后说 我要表达 就是这个意思 你给我挤下来 就像就说新疆那个地方 我要去那边 了解他们的拉条子囊 什么 当时我就问到 就是老城去 最传统 就是被人穿的 就说这个地方 这小菩萨囊最好吃 然后我就要过去看看 他说你不能动手 你不能就进门 学习这个东西 我在他的门口 站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就站在那 然后他们就学 那个威尔尔鱼 就写了 我是一个厨师 我想了解 我很尊重你这个 你这个手艺 我想了解这个东西 我想学习 然后我就这样就站在门口 到时候最后 他让我进那个店里 学一天 一天的时间 哎呦 其实沟通 沟通有很多方法 没有没有 就像过去 这个学武功的徒弟 在师傅门口 跪一个星期 跪一个月 那朗哥下回高科技一点 拿个翻译笔 我要学厨艺 然后翻译笔 现在都有这个软件 对啊 像我去那地很多地方 他们听不懂我普通话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软件 可以把语言翻译为 英文法文语文 什么都有嘛 没办法把我的港谱 翻译为 港谱 上海话 什么成都话 四川话 其实鸡同鸭讲 也很有意思 那会会麻烦 像其实我刚想说的 那时空的感觉 所以我去一些 三四线城市的时候 看两天唱会 还说 你香港来的 我太高兴了 明天去看演唱会 我说谁呢 我以为是什么张学友 张惠妹 他说费翔 费翔爷 我说不是七十多岁了 有个定律 有个定律 就是说在香港 台湾 以前很红的歌星前辈们 慢慢年纪大了 慢慢不红 可是呢 一直往西走 往西走之后 还是有他们的市场 所以费翔先生 还能在那边开演唱会 所以说我现在也觉得 我们也得想一想 为什么把这个罗朗请来 就是他去过那么多的 二三四五七八线城市 对吧 其实我们现在也要打开那的市场 但是你打开那的市场 你先要了解那的市场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数据 为什么我觉得罗朗去过的地方 可能比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中国的了解还立体 因为呢 现在都讲北上广 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 占全中国的面积 百分之零点三三 加上十五个 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 加上十五个 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百分之三 那么在百分之九十七的 广袤的土地上 我告诉你有大约三百个地级市 三千个县城 六万个这个乡镇 还有几十万个 不是四万个乡镇 六十六万个村庄 然后人口呢是百分之七十 所以现在的商人 做买卖的人 你要能把买卖做到这个市场 下沉到这个市场 那不得了了 对吧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北上广 其实就像是 就像是盆景一样 而且我们都生活在自己 讯息的同温层 你大家朋友圈 每天都是焦虑九九六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其实你在县城 它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 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快手上面有一个人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造了一个飞机 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A320的一个模型 造了三年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 每天直播 他造飞机的过程 然后你说他会为九九六 这个焦虑吗 他就不会 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 特别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把目光啊 和这个好奇心转向现成 好像那比城市生活 更丰富一些 对 但是呢 你跟他们 还是不是在一个状态 现在就是说 叫一线大城市 是江湖 二三四五线城市 是道场 你说道场什么 就是修行 其实你的生活方式 有点像找体验 有点像修行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很道错 就有一个心理学家 马斯洛 那美国人怎么讲 马斯洛 马斯洛 对吧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人呢 先满足了生存 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 对吗 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观呢 就是北上广的这个大城市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 比如滴滴啊 或者什么 都是我的工具 外卖啊 让我节省时间 让我能够更快的挣到钱 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 那倒是三四线的呢 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 他暴露出 就对他来说 他下载快手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 抖音啊 这特别火啊 就对他来说需要满足的 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 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需要填补 需要有娱乐来填补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意思啊 之前人都认为 你要到一个异线城市 这是北上光 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你的 北上都钱都花光 基本上是 对 因为这三个城市我都住过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就是 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一个职业的水平 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 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这样 只有这两个选择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方面 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软件 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靠近一点 而且你不用去找他 他就可以去找你 都是连接 连通的对吗 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要寻找 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 你追的东西是什么 我问你啊 就是你比如说 它实际上现在啊 就是个全球性的趋势 逃离伦敦 逃离纽约 就是因为大城市 生活压力太大了 可是他们讲呢 这里边欧美和中国还有一个不同 比如对于欧美来说 我如果从大城市选择去一个乡镇去生活 这不代表我的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层级的下降 对吧 贵族 英国贵族到哪 在村里 他也是贵族 对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这山望着望着那山高 这话都会说 就是就是我我觉得 我这个地方就是永远 永远没有出去过 那些都是很光亮 就是很值钱 就是很值得我去追 去了解 去碰一下 但是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这个和我想象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就能说是大城市 我不是特别适合住这些地 长期住这些地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 真的太快 我觉得我想享受我的生活 每一分钟 不但是我洗衣服也好 还是什么 偶尔我就会选择 其实我的生活也忙 我会选择自己 用手洗什么东西 还是不要用电脑 还是手机写一段东西 就是用纸和笔 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一部分 我不要离它太远 不管是这个科技是发展的多厉害 但是这个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叫什么卢卡斯 他讲一句话 他也挺有意思 他说那个 如果不是为了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承受曼哈顿的高房价 那么你看 你像你讲说 现在大城市人都是孤岛 可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 你们不还是往里 你要往这里挤啊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一个开文艺青年 都有开一个小书店的梦 就觉得因为大城市 它的这个房价也很贵 然后地段也很高 生活节奏也快 觉得承受不了一个小书店的梦 到三四线城市开个小书店 然后那个地方 政府也给很好的补贴 因为觉得是文化产业 但是开不下去的 就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集群效应 包括他们也受不了 这个小城市的人际关系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密集的程度 和相互之间的打量 审视追问和亲戚之间的相处 所以他们最后又逃回去了 所以还是就是你 你问的那个问题 看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换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没有人会看你的书 永远不会看到你写的字 你还会写吗 那我就不写不写 你不会写对吗 因为艺术就是需要一个观众 就是会享受你的东西 比如说我 如果我今天早上 我在设计一些新的菜 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小饭馆 我就在自己问自己 如果没有人会吃到这个东西 你会摆盘这么精致 还是你会摆盘的风格是一样吗 还是你就会注意做好吃 因为你自己爱吃 你自己要生存 如果是全世界 只有我唯一的人 我一个人很孤独 我会怎么样过日子 这应该就是最纯朴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城市的人的魅力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大概许多年前 台湾有个做 20年前做电脑大企业 大企业家赚很多钱 然后他回到他的故乡 大陆叫黄阳村 开展了一个工程 他在那边 他爸妈的故乡 投下很多钱 那地方很穷 他说要干什么呢 这么穷呢 因为那些小孩成长过程 看不到世界 要去北上广打工 离开家里等等 所以我做什么呢 我是搞电脑的 然后我有钱 口袋够深 然后丢钱下来 我要接你 叫千箱万财 你们不用出去 每个家庭 每个小孩 一个电脑 而且连接网络 连接了 把世界的窗户打开 什么过来 让你们在那边 也可以学习上班 很大的计划 做了几年之后 没有很成功 那些小孩 还是跑 那就去追 他的员工 去问那些小孩 你不是可以 跟家里在一起吗 跟你洗澡 什么都可以享受 对 都在那边了吗 你干嘛还要跑吗 然后其中很好玩的 那个报告 好多小孩 都是说我受不了啊 我难以想象 我一辈子以后 就是跟这些人 一起出生 一起成长 还有时间 到老 你坐在那个地方 这个意思是说 甚至说 你们相处很融洽的 在美国一些 community 一些社区 什么很好的 大家每个人认识 每个人什么 so what 我一辈子 就跟你们在一起 不是说你们是不好 没有新鲜感 是不是不好 是不够 我的生命 还有更多的追求 所以刚刚文涛说 我们要什么下沉 怎么开脱 好你有你的录像 可是我觉得 我们要更有大致 我们要国际化 以后援州拍改 英文版 语文版 法文版 你要这么想 往外打开 我们的命运 就真的下沉了 还死亡 我连外语都不会 我也算是跟上潮流 所以说我觉得 你看咱们为什么找罗朗 我明白了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 有一个概念 叫异乡人 其实你看 他反倒像是陶渊明 陶渊明你知道是谁吧 他反正像是陶渊明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 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像他如果到西北 还是到西南 其实你反倒能观察到 比如说是这个 爱爱远人村 一一须里焉 什么久在繁笼里 富得反自然 回归自然 陶渊明呢 实际上是个做官的 对 他到了农村 他能带着纽约人的眼光 来享受到这个 可是呢 在那个地方的人 看不到 他们是不自觉的 我们还是想象着 到乡村去 他们应该穿着这个蓝布的 朴素的 朴素的 民族服装 麻痴的民族服装 可是实际上 他们已经变了 我去贵州 好 你知道 其实你也很为那里的人民高兴 因为发展旅游业 他们日子不用那么苦了 但是呢 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村的演员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们一个团 去导游提前在车上 就跟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团里说 哎 旅游团 又来了 好家伙 家家户户 开始化妆 都有那个粉末登场 他平常不穿民族服装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一到村口 我一看 一帮黑 就是脸化黑了的兄弟姐妹 就来了 然后就是跳着舞 把你拉到他的家里 然后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生活 可是等我们走了之后呢 人家卸了庄 该干什么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代表性 是因为就比如说 有人过来你家 你会给他什么东西 你会铺出来 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没有人会去你家 然后你就说 这是我们普遍的东西 这是我们刚从地里 挖出来的那个白菜 享受 好好享受 好好吃 没有人会这样给你解答 重点是不确定 那些最好的 可是他是觉得 那些理想来看 好多年前在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有个漫画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漫画 就在一个原始部落 那些土著 原住民都在那边 其实都喝着可乐 看着电视 听着收音机 然后第二张漫画 就是有人用望远镜看到 有条船来 马上就告诉他的同伴们 美国人类学家来 赶快 然后第二张漫画 就是他们马上把电视机 收音机 可乐 扫到床底 然后把他们那个 把脸就像你刚说了 化妆 化了油彩 全化 拿了盾牌 出来跳给美国人的学家 来看 而且他们 说回 那个漫画 说回现实的 对啊 那些地方 对美学也不一样 化妆 我记得我曾经跟几个朋友 去中国某个地方 异教 教了一阵子 然后结束的时候 当地的人很感恩 举行一个晚餐 来感谢我们 是一个晚宴 他们当然是穿上 大红大紫的袍 然后化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美 他们的村 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觉得 北上广来的人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在贵州的西边 卫宁的上面 就开花村 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是小熟民族在山上 每一个春节 我就会去 大概一个月 帮他们载年珠 什么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骑摩托车 那时候 开始 10年 从卫宁 到前洞南那块 就是挨着广西 也是我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 一个洞族的朋友 然后在洞宅 那个地方 他们那儿没有路 只有一个 这么宅的土路 就是骑摩托车上去 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穿的 就是那种衣服 他们是天天唱歌 因为唱歌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所有以前这些 民族的历史和故事 就是在他们的 那个音乐里面 穿下来的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 也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 去的时候是对我一个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白天唱歌 晚上唱歌 就是一直在唱歌 然后他们做的吃的 也是对一个厨师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了五年之后 我回来 已经铺那个水泥路 上去就是非常方便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认识 因为都已经改变了 去的时候 我是刚好 因为要回去这个地方 录下来他们的歌 我就买了在美国 一个很高级的 那个录音机 到存在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老太太在哪里 她说 在那个地方 她的家已经变成 一个小埋布 有各种各样的 那个小零食 可乐这个东西 衣服已经改变了 不穿他们自己 手工织布的那个衣服 喇然的衣服 然后有那天晚上 我就说 我带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可以录下来 说哎呀不想唱歌 第二天 我就是在他们房子 就原来住的那个房子 睡觉 第二天早上 就是这个旅游团 有那个面包车 一个一个来 孩子都准备好 穿他们的传统民族的衣服 过来唱歌 他们就是在家家户户的家 他们准备点东西 吃个饭 他们就参观一下 那个小袋子 然后就走了 当时我 我想到 一年以前的那个 去宁夏 骑自行车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看一种鸟叫画眉 画眉 对画眉 就能唱歌很漂亮 对 然后当时我看它 在一个笼子 就是人有六鸟的 那个习惯 然后那个鸟就开始唱 我就录下来 用手机录下来 后来我在想就是 你越好 你越美 我们就要把你藏起来 关起来 在一个笼子 我也是人 我也想发展 我也想看电视剧 我也想吃这么多的 好吃的东西 对 他这个比喻特别好 这就好比说 刚才咱们聊天 他是出生在德克萨斯 对吧 对 那么如果我们去德克萨斯 我可能会问你的父亲 牛仔裤 你穿一个牛仔裤 你穿一个牛仔裤 给我看你的那个 Six Shooter 你带我出去 西伯爵营里面 对对 那德克萨斯还是这样吗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你看就是在中国 旅游经典发展的 也是这么一个思想 就比如说很多外国人 也爱睡了功夫 还是什么 他说 哎呀 我要去中国 然后到了上海的时候 你们那个 那个 衣服 不是有那种扣子吗 去哪里 去哪里学那个 那个武术吗 他说你去河南 小林斯 你可能去看到了 这里没有 那你们那个炒饭 你面对 就是他认为 就是在他的脑子里 人就是这么定的 人应该是长的是这样 他们应该是怎么 怎么做 每一天的生活 习惯应该是怎样的 像德州人 不是说 你睡裤 都像牛仔裤吗 不是 你去那边去找 所以你看 这老罗 他还是永春高手的 你知道吗 他当年到 学永春 但是嘉惠 你觉不觉得 他刚才讲的 确实现在就是一个全球 联合国应该研究 研究咱们这个话题 咱这个节目 真能上联合国 这是个联合国性质的问题 就是说 也许到最后 某种民族文化 就像这个画眉一样 如果你要让它存在 你就弄个笼子 让人们来观赏 叫保护 可是对于笼中的鸟 来说 我也想从三线城市 变成一线城市 这个矛盾 联合国 越长生活也是 像香港 我记得 以前我参与过 要保护老区 老房子 有些三层四层的 二次大战前的老房子 有一阵子政府说要拆 我们就很热血 说不行 文化遗展要保护 什么要让 而且要 不然把人家逼走 那些居民要住在那边 结果其中一个居民就跑来说 我也想坐电梯的那个大楼 你干嘛一定要保护着我 逼我在每天走楼梯走四层 是不是说 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的 早晚也会消亡 最后会变成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一个存在 其实博物馆是很有意思 但是你想住博物馆吗 真的 其实我原来 我可以说 说实话 我原来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原来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走了差不多半年 我一个校友 他就给我发一个邮件 就说 怎么样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像这样的 你那个朋友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的食堂饭还是一样难吃什么 什么这样 然后他说 对了 那个用和宫那边 你以前特别喜欢穿着那个胡同都被拆了 然后很难过 我就觉得 这么漂亮 因为 确实中国人不是觉得外国人都喜欢去看胡同什么 就想住一个色鹤院吗 对 因为你就想去体验跟你本国家 你本文化当中没有的东西 对 你要去 这是为什么我说实话 可能是很多人不会喜欢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 那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 然后就要吃汉堡 吃披萨 就说 我不吃中餐 我不做这个 我不想融入这个文化 那你 你咬不住留在你的国家 对吗 我是有道理吗 你这个同样的 我跟你有同感的问题是 我不理解有些中国旅游团 为什么还要 到美国还是要去 提供那个热水壶 要带着榨菜 要带着方便面 你为什么不去尝一尝新鲜的食物 那这个你吃三天 我吃三天的这个西餐 我现在我也受不了 我要吃越南和粉 你没有吃我做过的菜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他说的 其实也是我一直特别大的一个困扰 把人家当成一种景观式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回到城里 然后展示一下 你跟他们的生活又离开了 只是把他人的生活当作是一种景观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悖论 包括我后来其实觉得 这是因为城市生活太 真的是太没意思了 或者说太同质化了 就我听到无数的作家跟我说 说城市无故事 就是因为觉得城市是没有故事的 它只能记录人的生活某个片段 但如果你要找戏剧性的 永恒的 有特色的东西 你就只能去这个县城 乡村 少数民族 但是你去 你又把别人变成一种景观 并且希望别人永远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永恒的矛盾 我也可以到欧洲的一个乡村住一个月 没有问题 但是一辈子呢 但是你要住一辈子呢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去光 就是我09年 搬回来中国的时候 去看这些胡同 我就是搬回北京 去看了这个拆了 那个拆了 我一过去看了 就是那边人住的 就是一个新房子 我都会 真的这样 但是你北京 夏天八月份的时候 你去体验过公厕吗 确实是他们想觉得 就是如果政府给你换一个 一个高楼的 你这块地收起来 然后就给你新的家 谁不愿意 有暖气 有自来水 有这个东西 我贵州的朋友 原来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家常都没有通电 每天早上 我要去河边跳水 就是在喂你那一块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什么 他们也是一个 一个小转房 小小的 就是那个村子里 有几个家庭用的 那个厕所 对吗 对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吃的什么 肚子不舒服呢 你生病了吗 你发烧了吗 你觉得这个 一直用这个是方便吗 所以这个不对 这是为什么人觉得 你是一个富裕国家 为什么你没有坐飞机要过来 我坐飞机从北京飞到西安 那中间呢 那么快就几个小时就可以 你一切你都错过 如果我要去旅游 我要真正的了解 这些人是怎么过日子 这些人是怎么生存 这些人的每一天的 那个生活习惯是什么 他们怎么生活 这个对我来说才算是理由 我来说 你再来说